虽然国内疫情趋缓 政府也即将推出振兴券 但是台北文华东方酒店 恐怕已经撑不下去了 因为他们宣布将要裁员 以及调整营业项目 调高天花板搭配水晶吊灯 内部装潢十分气派 台北文华东方酒店 是指标性六星级饭店 以国际观光客与商务客 为主要客群 不过在这波疫情下 受到严重影响 台北文华东方表示 在国际旅客跨境旅游 无法短时间内回复情况下 将在六月以后起 证实不开放住房服务 并且会依照调整后的 营论规划 对员工工作进行调整 不得不资浅部分员工 至于客房何时重新开放 将是疫情发展而定 来到饭店官网27号 已经不再提供住房服务 除了暂时不开放订房 提供自助餐的文化咖啡 也因为疫情考量 证实不营业 资勤员工大多为客房部员工 根据了解台北文华酒店 将在周四向北市劳动局 提出大量解雇计划书 800多名员工将裁掉212人 但实际裁员人数 还是得以业者最后提出的 计划书为准 记者先文详 谢谢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